歌手年东新专辑Wakeup24号即将发行 距离上张专辑已相隔15个月 年东筹备新专辑过程新闻不断 包括传他因报废延后发片 也传出选歌与唱片公司意见不符 不过好在事后双方达成共识 年东目前正值宣传期 平均每天睡不到4小时 唱片公司担心他赖床 特地送上号角 让他每天早上自行吹起床号 年东今天出席记者会似乎又瘦了一点 他坦言最近一直靠节食和运动在减肥 至于目前瘦了几公斤 他说从没细量过体重 更幽默说他的体重肌就是唱片公司的脸色 最近有很努力在运动 然后就是节省 因为我看到一些衣服 我觉得还蛮好看 可是他没有做大人的size 他只有做细腿的size 所以我有在努力 我瘦了几公斤吗 还不晓得 我提重机是看公司的脸色 就是说 瘦了 或是 你要加油 唱片公司今天送上小猪铺满 象征宁安东以后的收入都能满满满 宁安东也表示未来希望能在台落地生根 问他想要买什么类型的房子 他竟妙答 要有电梯的全场笑分 什么样的房子 哇 有电梯的 好不好 这样不错 这样是一个很不错的目标 所以现在住的是没有电梯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房子里面本身 就是我要从书房到我的房间 要坐电梯